長照課題 備受關注 照服員人力不足 絕對是黨務之急 衛福部到立院進行轉案報告 首先承諾就是在薪資方面會做改善 並會對難照顧的特殊個案 或特殊上班時段 給予額外加急 講到1.0的時候薪資確實低 那經過2.0的時候 我們這段時間的改善 其實本來是到2萬5到2萬7 現在差不多3萬塊 已經比較好一點 那薪資 支付薪資 我們大概以3萬2作為一個 最基本心的一個估算 報告內容主要分為三大項 照服員平均薪資提高到3萬2 還會有升遷管道 一定年之後可以擔任 長照機構的負責人 也會規劃宣傳方案 提升專業形象 達到一定薪資水準的 我們就給予獎勵 那透過這樣希望我們的 就是服務提供者 能夠公平的對待 我們的相關的照服員 那另外我們也當然會 訂定一些方法 不准再苛扣他們相關的費用 除了要增加留任的誘因外 也得思考照服員的人力來源 衛福部日記會開放辦理線上訓練課程 明年1月正式上線 同時和教育部合作 鼓勵大專校院相關科系 朝食物導向課程發展 並推動高職設立場照科系 大約新聞黃一節登映中 台北報導 中文章 即將會遵公平的文童 之下 先來詐騙 雲 唷